哈囉 大家好 我是Tommy 又見面了 那我們今天8月27號的中午12點開始 一直到9月11號有我們最新活動的 光芒的廢龍副本 也是大家俗稱的光廢龍喔 那這個廢龍副本呢 提供的武器非常的好用 對於大家打我們的暗鈔艾基爾也非常有幫助 所以我們今天勢必要來好好的介紹一下 而且同一時間也追加了我們最新的常駐池 蛇女子龍池喔 那這個池子到底有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就一一來看吧 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最低只要15塊就可以幫偷主播加菜 用PC版進入我的頻道首頁就可以加入囉 好的 那首先就是我們的光廢龍副本喔 那他只有開到高級加碼 按照我們台服目前的風氣呢 沒什麼問題 就是踢爛 那這個光廢龍要踢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的重圓光彈萬年不敗的隊伍喔 那隊伍就如同我畫面上這個樣子 構築非常的簡單 基本上呢都是免費角色就可以達成 那如果你是光彈難民的話 就...就這樣吧 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因為這個重圓光彈踢官隊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隊伍呢我覺得 比較可以做一點更動的就是武器的部分啊 其實這個隊伍只有六個角色 綁定之外呢 重圓的這個宇宙珠啊 宇宙項鍊他是免費送的嘛 那死皇書大家也刷得到 三號位的部分我放的是這個 不死亡共鬥的權杖 那這個權杖呢 其實可以改成我們最新暗超可以刷到的暗槍 那為什麼會用到這個暗槍呢 因為這個暗槍最厲害的 就是他敘述的最後一段 戰鬥開始時 會有一個20秒的貫通效果 那前面的是跟暗主性有關的 我們就完全不看 因為我們在這邊需要的 就是他開場的這20秒貫通 這20秒貫通對於踢罐來講 非常有幫助的 如果你是已經從新手村畢業的玩家 你有半槍的話 重圓的位置呢 你也可以直接上我們的半槍喔 這樣子呢 也可以達到一個非常高的火力 來做一個踢罐 那這算是脫離新手村之後的玩家 可以有這樣子的玩法 那在未來很多踢罐的隊伍啊 或是一些隊伍裡面 如果你需要用到貫通 但是又不想放到 要用貫通的角色喔 那你又是在開場時 就可以需要用這個貫通來做踢罐的話 暗槍就是一個你非常好的選擇 算是我們暗槍五裡面 限時點最好用的一把 因為剩下的兩把 都要綁定六暗 那暗隊就是大家知道的那個樣子 我們就之後的影片再聊 再來我們來聊一下野防的部分喔 雖然說我覺得依照台服的風氣啊 之前的火廢龍啊 其實常常我打鈴鐺 大家也都是用叢雲踢罐啦 非常的有默契 但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組出叢雲踢罐的朋友們呢 這邊也提供你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用我們的暗隊來刷嘛 那畢竟光廢龍也是一個暗有力的關卡 那我們就提供一點這個暗隊的自助餐喔 讓大家看自己有什麼東西就上什麼 最主要呢就是我們的光廢龍 他還是有一個四個buff在 所以我們的subway啊 最好還是擺上一個可以消buff的角色 那這邊就是推薦 之前打雷廢龍最常使用的風屬性牛仔 本身呢除了有麻痺之外啊 還可以消兩個buff 那這個角色我覺得是非常實用的喔 就是非常適合擺在這個野團的隊伍裡面 幫助大家去刷關卡 那隊長的部分 基本上畫面上這三隻角色 不管是魔女 暗大叔 或者是我們的泰姆 基本上都很自由 你有誰你就放誰 也是可以隨便調度的喔 大叔來當我們的隊長 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的拉伏就擺在subway 讓魔女去當隊員 那如果你沒有大叔的話 直接拉伏當我們的隊長 你也都沒有魔女的話 這邊全部都清空 其實也是可以的 這樣也都是沒問題的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放補血 因為我們的武器呢 會用到24-7喔 需要一點備水的成分在 所以如果大家有放參戰奶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打出我們需要的傷害 除此之外呢 我們的六星神角喔 夏叔叔也是非常好用的 夏叔叔也可以把它擺進來 擺在我們的subway 或是mainway 你擺在mainway 然後讓一號位的角色 去拿虎王虎 把24-7往後擺 這都是ok的喔 那剩下比較好用的 暗屬性四星角色 也就那幾隻 大概就是女僕 如果女僕你抽不到 那也有免費的角色可以用 我們這個莉女 也是ok的 基本上就是三個暗屬性的subway 然後那隊長就是那三個人選一個 然後剩下的隨便擺 記得帶buff 記得帶回轉 那武器的部分呢 24-7阿 或者是你要放這個虎王虎 或者是呢 我們這個魚者之弓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如果你有半槍的話 有暗大叔 當然也可以放上我們的半槍 那沒有的話呢 暗崩70的武器 稍微來延長一下 我們暗屬性貫通的時間 也是可以的 活動送的暗雙刀 也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基本上你有什麼就放什麼 接著就是這次光廢龍送的免費武器喔 這把五星的光芒龍弓非常非常的好用 他的效果呢 是裝備的角色 只要每每回復一次HP 他的技傷就會得到一個暖機 最高可以到200% 200%這個數字非常誇張喔 後來出的半斧 也不過就是280%而已 那這個暖機 大家可能會覺得 欸那HP要回復這麼多次 20次 才可以到200% 是不是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強 這邊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光屬性非常多的角色 他都是用再生在補血 那這個再生 等於說你發一次技能 就可以補到五次 那等於就完成了五次的暖機 所以其實比大家想像中還要容易達成 而且在戰鬥開始的時候 還會給光屬性的角色 有一個20%的充能 這個20%的充能 其實就相當於我們三星的這個 課金雷蘇喔 非常的好用喔 幫全隊都充能 只要有充能呢 在這個遊戲都不是壞東西 那還有一個自身攻擊力到的這個 效果無效化 那等於說就是一個扛debuff啦 所以說呢 在接下來暗操如果想要刷得更快 這把光芒龍弓是不可或缺的喔 那同一時間的四星武器 其實就是這個光芒龍弓的小號版本 就是數值低一點 所以也是非常的好用 大家記得一定要換好換滿 不過相信台服的玩家 已經不是在比什麼 誰有沒有換好換滿了 已經在比的是誰可以更快的畢業喔 基本上8月27號12點 大家開始刷 應該下午2點以前 就有不少人已經畢業了喔 好 最後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最新的五星常駐池 蛇女跟子龍 那這兩隻五星角色呢 都是跟直擊體系啊 跟平A比較有相關的 蛇女也算是暗平A的第一個拔棋的角色啦 她開始出來之後 漸漸的陸續推出了一系列 跟這個暗直擊相關的角色喔 水直擊跟暗直擊截至日服目前為止 我只能跟大家說 仍然是一個笑話 非常的不重要 所以聽到這裡呢 無課跟微課的玩家 請你們直接跳過 那我也不是隨便就說人家是笑話喔 這個我本身也是對於暗平A非常熱衷啊 畫面上就是我自己組出來 非常滿意的一個暗平A隊 那在日服來講的話 說真的跟其他體系的暗隊比起來 就是不值得一提 但本身還是滿完整的 蛇女呢 因為她有毒的關係 在之後的一些副本 甚至是閃火的競速 有一些非常快成績的隊伍喔 像是我們次優姐的阿拉丁隊伍 也會用到我們的蛇女 所以蛇女嚴格來講呢 我覺得比子龍還是好的非常多喔 如果你是課金大佬的話 也可以稍微考慮撈一下 以限時點來講呢 她也是一個可以提供貫通的角色 那如果你想要稍微玩一下暗隊的話 你有暗大叔 現在再多配一個蛇女 來增加你隊伍的貫通覆蓋率也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如果大佬還缺石頭的話 歡迎參考左上角的QR Code 再來呢 我們就來聊一下 這一池的大獎喔 沒有錯 這一池的大獎 就是這兩隻四星角色 那這隻三星角色 我個人也覺得非常有趣 不過呢 我們這邊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喔 就是這一池呢 是常住池 那你要不要趁著PU的時候 去把四星角色抽出來 這點真的很難決定 特別是經過了我們這個光彈神速哥的池子啊 大家也知道 藍毛也不是你想抽 欸 我想要這個四星十連就會出來喔 這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喔 一切都是運氣運氣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來小撈一下的無課或是微課玩家 我建議你一定要用十連抽喔 畢竟十連抽才會保證送你一顆四星角色 而且跳台跳出來的時候 你也不希望他不會變成五星嘛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隻三星的女角 梅莉露喔 那他本身的技能還有能力啊 都非常的有趣喔 他的技能呢就是 主要會有其他男性角色的時候 他本身會獲得一些BUFF 那他的能力也是 只要在隊伍裡面編入幾個男性角色 他就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呢 算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設定 只可惜他是一隻三星角色 那官方沒辦法給他一個太好的素質喔 這是我覺得最可惜的地方 如果今天他是一個五星角色 那或許彈射世界的主隊思維就會有一個新的思路 譬如說這個公主與騎士隊之類的概念喔 無二一無二一 那很可惜的是在後來啊 日服出了一隻這隻角色的聖誕節版本 但仍舊只是三星喔 我非常期待 可以出一隻五星的 然後把這個數值調高一點 或許就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暗屏A隊可以出現了 再來是我們這隻四星的女角萊雅 那我們俗稱他叫做酸狗 這隻角色呢如果你有看過之前的影片 在未來日服啊最難的單人關卡阿必斯 會有很多個屬性好用的武器嘛 基本上是大家一定要刷的關卡 那打這個阿必斯這個萊雅就非常非常的強 如果你的隊伍啊box不夠完整不夠厲害 組不出那些最頂配的隊伍的話 你就一定會用到萊雅 但我們一樣喔這是常駐啦 所以不一定要在這一池囉 最後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四星雷屬性女角 沒錯她是女的但她是機器人 我們彈射世界裡面只要跟Cyberpunk有關 沒有弱者 這個露迪我們俗稱雞娘 她絕對是這一池的最大獎 本身就是第一次第二次還有第三次競速的最優解 也是雷屬性非常重要的成員之一 不管是雷Fever或是雷PF都會看到她的影子 所以這一隻角色非常值得去撈 但是無課跟微課玩家呢我建議還是跳過啦 我們總結一下喔關於這一池 無課跟微課玩家我們還是建議跳過比較好 石頭可以存著等之後的警察 看有沒有辦法再歪出一些五星角色還有四星角色 那如果你是大佬的話想抽就抽 不想抽就不要抽 以上呢就是關於我們這一次台服活動的一個預覽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那祝大家早日畢業 下一次影片見囉掰掰 出發 recipient